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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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生活上問題啊 我自己本身有個問題 可莉姐會不會在家裡 脫衣服 當然會啊 誰在家裡不脫衣服 輕鬆一點啊 像我本身可能有時候就 在家有什麼關係 在家裡走來走去啊 可以啊 有什麼關係 沒人啊 對 怪怪的耶 泰魂是不是也有這樣的 因為其實我有兩個朋友 他們以前曾經是電視台的主播 那剛好是一男一女 像那個女主播他的狀況是 他在家裡也是習慣就是全裸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一般陽台 都有那個女兒搶嘛 所以說其實 你就算在陽台做任何事情 你頂多是上半身被看到 那我那個朋友呢 他是因為想說 他的對面那一棟大樓 中間隔著40米的大馬路 所以對面那棟大樓其實很遙遠 那他就覺得沒差 那他就是會去陽台 一樣也全裸 就在那邊洗衣服 晾衣服啊 掛衣服這樣子 結果他有一次在晚上的時候 他發現40米遠的那一棟大樓的 遠遠的窗 就一次好像有人是拿類似像 什麼哈佛望遠鏡還是單眼照相機 在那邊往他這邊拍攝 對 他就覺得說 怎麼好像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 因為他不是在公共設施公共區域裸體嘛 他是在自家 頂多只是外面的陽台 可是陽台也是他的範圍 他的家的範圍 所以他就覺得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 他就跑去提告 然後也跟管理員講 可是後來好像這件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我就我進一步問他說 為什麼那我也不曉得他後來律師是怎麼回答他的 反正就是好像告不成 而且好像他反而要被告 這個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對 那可能等一下請那個律師回答 我另外那個男主播的朋友是 他就是住在那個頂樓的頂樓家蓋 因為頂樓家蓋他是違建嘛 那所以那個水管啊 電線啊 都是那個包租公 他自己另外找水電師傅裝上去的 所以他那個頂樓家蓋的那個洗澡的地方啊 他是用那個有點像佔地風帳篷 就直接那種類似像窗簾這樣 拉下來這樣圍起來的 就直接在那邊淋浴 然後在那邊上廁所 所以後來是他住了一年多 然後租約到期他要搬家的時候 他的另外一個鄰居才告訴他說 其實我是你的粉絲 然後你晚上洗澡 就是有不小心看到這樣 可是我那個男主播 每次直接不小心 對對對 可是因為他想說算了沒差 都已經被看一年了 而且他要搬家了 然後他就把這個有趣的事情 PO在他私人的臉書上分享 然後我才知道這件事 律師我們這邊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家裡沒有穿衣服 是我們的自由 你要看我應該你侵犯到我的隱私 對啊 為什麼說他還要被告 通常而言 我們就用陽台跟家的戶 室內來做一個區分 其實你在家裡面 不管你怎麼穿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你有隱私 你可以期待你在家裡 不被別人偷窺 所以像剛剛在那個裡面洗澡 那別人偷看你 那就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講比較誇張 如果你跑到陽台裡面 裸體 或是做一些事情 那你在陽台 我們這樣講 如果是40米的那種距離 或許你可以期待別人不看到你 但是其實像台灣 其實那個動具其實都有點近 你在陽台 這個這麼空曠的地方 你就不能期待別人 看不到你在幹嘛 那如果你在這邊 是裸體的 或是你沒有穿衣服 在做一些事情 那確實就可能是有一點 設辦到公然猥褻的問題 所以大家簡單區分 在家裡你想幹嘛就幹嘛 但是拖到別人外面一點點 如果別人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就盡量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那不是啊 他不能拍照啊 你可以看 但你不能拍 我知道我有肖像權嘛 可是因為他叫他拿出來的時候 他搞不好照片都刪了 對 所以就是 後面修正的問題 也不是說 如果他真的是這樣 拿什麼哈佛望遠鏡這樣偷拍 那其實那 那真的會有問題 可是不一定有證據啊 那那麼遠 說真的 然後等到我們衝過去的時候 那照片早就刪光光了 因為他原本就是想說 陽台是他自家範圍 不是公共區域 結果他想說要去告 結果反而就是 後來對方反而警告他說 你不要誤賴我 小心我反告你 變這樣 所以不管你在家裡 要不要穿衣服 注意一下 穿個衣服比較好 那如果真的不穿衣服 要注意對面 有沒有人可以看得到 不然就身材練好了 來 謝謝